在新竹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左营之边的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给记者孙慧均 许晶一 主播中共军演进入了今天是第二天 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在高雄的左营 记者后方就是左营军港 而今天观察起来 其实这个情形跟昨天差不多 在港区里头依然是有我们的军舰 在里头 不过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而在昨天靠近九五的时候 其实是疑似有出现这样一个操演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过是不是有接下来 今天也会有同样的情形 其实还要继续再观察 我们来看看其实在昨天 也就是共军演习的第一天的时候 其实在八月四号的时候 左营军港这边 其实就出现了这个诺克斯级934 焚羊号以及1208的拉法夜舰 以及井江级飞弹驱逐舰这样的一个配备在我们的港区里头 另外其实还有他们的搜索雷达 其实同时都已经开启来监控这个海面上的状况 因为在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 共军就已经开始进行演习了 而这两天其实这边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由于昨天居民有讲到说 其实这个港区离共军这个演习的地点 其实是相当的近的 因此有些民众是觉得 其实还蛮紧张 但没有到恐慌的情形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先将镜头交还给彭女主播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